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说我有1米78你会发现你到70岁的时候你还有1米78吗?没有啊一般最少都到七到八部分左右的缩软对吗?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知道吗?告诉大家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骨骼开始产生了变化我简单一画呀因为我也不是画家比如说这是我们一块大骨头 大家都知道你看这是我们的骨壁这是我们的骨壁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一种现象我们年轻的时候尤其25岁左右的时候就你会发现我们很能吃对不对?对吧?哎呀我吃三碗饭吃四碗饭 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吃肉吃菜吃完了很多人是吃完怎么样?不挡饭还记得吧?经常那时候我们父母也经常会说我们你吃东东吃哪去了?英国北方话讲就是吃魅心食啊 就吃完了就吃完不挡饭总是跟我的身材在的能吃不挡饭 所以说家长不理解其实你吃的东东在哪了呢?告诉大家其实真正的都储存在土壁里面我可以告诉你都存在土壁里面 也就是说其实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存的钱一样储存里面可是你会发现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你到60岁的时候你基本的饭量怎么样? 什么呀?足够再减少 人人都是24个小时的时间对吧?这是平等的 可是你同样在消耗 可是消耗你吃的饭量又不够那怎么办呢? 他这时就会出来一种呢?就会取你银行里头那些东西 就把你银行里的储蓄怎么样?取出来开始干什么?造血液来供养你的全身的运作 可是老家取来取去就会出现一种什么?你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也就是所谓的 谷密度开始怎么样?开始吸了 这是在加上地球的吸引力和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骨骼开始怎么样?就往下变短了 压迫就开始出现你原来年轻是一米七八 你再到七十岁时你也就剩一米七零左右 就好像是抽收了 其实真正的是什么?是你股壁里头的养分全部被你吸出来的 所以就出现老年头的什么? 股质疏疏症 其实很简单 这时候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再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讲 你不要认为我们很多老年头都出现了一个种什么?就是补钙 你会发现你补完钙的效果并不是你想要的 对吗?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任何一个广告厂家 他只是宣传他的一种 其实真正的钙质要想作用到人身体 他必须有前提有条件 他必须要有三种物质才能够去作用到你身体 他第一个要有的就是蛋白 第二个是钙 第三个是维生物体 这三亚才能够真正的在现代医学名字当中叫做五胶原蛋白 必须有这三亚作用你才能够新增到股胶原蛋白 才能把你的股密度重新再登场 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可是这些个厂家他只出干 他只说屡次干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东西告诉大家 我们在社会当中 我们很多人出现了一种无知的消费 因为什么? 你不懂得这方面的知识 你认为就是要不干 不干 单纯你作用不上的时候你才发现 很多人不理解 我这抽筋怎么还抽呢 知道吗? 其实你真正的缺乏的是五胶原蛋白 而是必须是三种的搭配 才能够让人身体消化和吸收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毛病 知道吗? 再有一个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 骨头上的毛病 现在在中国已经普遍发生的 就是什么? 现在在现代医学当中没有治的一种毛病 就叫做五骨头坏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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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